俄高官 俄罗斯计划在5年内生产超过1100架直升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8日报道称 俄罗斯直升机控股公司总经理安德烈·伯金斯基 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时表示 俄罗斯直升机公司计划在5年内生产 销售超过1100架直升机 伯金斯基说 过去5年 公司对内对外供售出865架直升机 在全球军用和民用直升机销售榜上开名第2 他补充说 未来5年 我们的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关键业绩指标 2021年至2025年 我们计划生产和销售超过1100架直升机 与此同时 到2023年将做到民用产品份额超过50% 伯金斯基还表示 目前全球100个国家装备 有大约8000架俄罗斯直升机 报道提到 9月28日 俄罗斯国家技术级下属的俄罗斯直升机公司 市场营销和业务发展总监奥列格兰金表示 在航空装备领域 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可以对华出口的新品中 包括米副171A3 卡复62直升机 轻型卡复226T直升机 以及安萨特M和卡复32A11兆直升机 以及BICE-200和VRT-300无人机 需要往来代量的机会 带你这些 令人机会 感谢观看